绿豆啊 绿皮的绿豆 生好的 绿豆也一样啊 高压锅组都一样的啊 别带太多水就行啊 稍微多点没事啊 稍微多点的话就适当多烤一会儿啊 稍微晾凉差不多点啊 不烫手就行了啊 再过滤 先过滤一下啊 比较细腻一点啊 拿一个锣 塑料管板 直接给它过滤一下啊 这样出来口感比较细腻啊 比较细腻一点啊 都给它过滤一遍啊 过滤一遍啊 这样比较细腻 稍微多点也没事啊 这如果要求口感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细腻的话啊 用那个炸汁机直接炸碎了也行啊 炸汁机直接炸碎也可以啊 那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啊 比较麻烦一点 这是 这是过滤完的驴肚泥啊 黄油 麦芽糖 加那个炼乳啊 都在里边的啊 直接用烤箱烤就行了啊 还有细砂糖 直接用烤箱烤就可以啊 烤箱开成 上温一百八 下温一百七啊 直接烤就行了啊 现在有点搅不开啊 稍微一热了就搅开了 烤的过程啊 一定要多嚼几遍啊 别给烤糊了底啊 这个底太容易糊底它 要给烤糊了底啊 直接烤就行了啊 这个如果特别稀的话啊 适当多烤一会也没事啊 这个没有硬性的规定啊 没有硬性规定 这个烤的过程啊 多嚼几遍 别让它糊了底啊 我这个糖还没化开呢 这个啊 如果啊 放到水多 感觉特别稀的话啊 适当多烤一会啊 这个不是硬性的规定啊 不是硬性的规定 水多就适当多烤一会啊 我这个比较比较硬啊 少烤一会就可以了 感觉软硬合适就行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样 看一下 软硬度 像这样就可以了啊 颜色颜色啊 这种软硬度就行了啊 第一次做的啊 可能你掌握不住软硬度啊 多做两回就好了 软硬度就掌握住了 如果感觉颜色不够的话啊 这个柠檬黄色素啊 滴上几滴就行了 别放多了 滴几滴就行了 它不够再加啊 这个别放多了啊 滴两滴就行了 然后拌匀了 可以了 这个一凉了啊 一凉了以后它就硬了 凉了以后就硬了 色素啊 也不是说必须要放的啊 给你自己扒这个啊 给你自己 这去皮绿豆啊 烤完的啊 看软硬度啊 如果晾凉以后 感觉还有点软的话啊 再烤一下 再直接做啊 抹茶粉 我用的这种抹茶啊 都是用抹茶粉 抹茶粉 一块活匀了 到了里边啊 如果自己感觉颜色不够的话可以再加点啊 自己感觉颜色不够的话再加一点也行啊 它排的不一样 可能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啊 烤完这个啊 一定要晾凉了啊 晾凉再做 软硬度晾凉了才能测试出来啊 热的跟你就测试不出来 先做抹茶的啊 用的这种模具啊 大概一个40克左右啊 40克左右 抹茶的直接做也行啊 先包点绿豆馅也行啊 包点绿豆馅 其实是一样的这个馅啊 就是没加抹茶以前的那一个馅 没加抹茶的那个馅啊 脱盘里啊 铺上保鲜膜 这样不沾啊 不沾这个这个抹茶的 再擦这儿啊 它这样不沾那个拇指啊 不沾那个底儿 这样就可以了啊 抹茶的 抹茶的 这样就行了啊 不包馅也一样啊 这个馅不包也可以啊 也可以不包馅 包馅就是慢一点啊 不过这样看着成品要好一点啊 这个包上馅 这个随自己啊 随自己啊 随自己啊 大概一个就是40克左右啊 大小也可以自己定 可以自己定啊 我做了40克左右一个 我做了40克左右一个 这个里边也可以加点慢热梅啊 慢热梅提前用水泡一下啊 泡一下把水洗干了 这个里边也可以加点慢热梅啊 慢热梅提前用水泡一下啊 泡一下把水洗干了 就切了 刀稍微添一下啊 这切得太碎了也 这个量啊 也可以多加点啊 这给你自己的情况吧 别使劲动啊 这个稍微弄一下就行了啊 这麦片没有颜色啊 要塞的话不太好看弄的 稍微再弄一下就可以啊 上就行了啊 谁劲到三几克就行了啊 这就可以啊 这就可以啊 麦片没的啊 要把水洗干了啊 它不洗干的话 活出来会特别稀的哈 把水洗干了 这些没的啊 也是一样做啊 一般情况下啊 我做了稍微有点软的时候 我都放冰箱里冷藏个十来分钟大概就差不多了哈 稍微有点软的时候啊 软的厉害还是得烤一下 烤得稍微干一点 稍微有点软的话 放了冰箱冷藏了十来分钟就行了 也是大概四十克左右一个机子就行了 四十克左右 麦月煤啊 自己可以多加点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这个不是死的 自己适量调整就行了 大概四十克左右一个就行了 大概四十克左右一个啊 下完机子啊 开始成形啊 用这个绿豆冰糕啊 绿豆冰糕 直接把它给压出来就行了啊 跟刚才那个一样的 麦月煤的 麦月煤 那个没多少 自己来定啊 这个不是死的 没错 没错 没有没有事 呀 没有借% 也费 got走 otur 算了直接这样做也行 也可以加点这个烤熟的黑芝麻 再烤熟的黑芝麻 黑芝麻 放到烤箱里啊 上下180度 烤个四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做也可以啊 直接这么做也行啊 放上黑芝麻也可以啊